好,我们找三种颜色,里面有三种颜色的蜥蜴,哪三种?黄色,红色跟绿色,我们各找一个折出最快的黄色蜥蜴,或者是一个绿色蜥蜴,跟一个黄色,绿色跟红色,各找一个最快的,看谁折出来的,我们就送小嘉宾。 看这边哦,来,先不要急着折,先不要急着折,你说老师,我到底要怎么样折出黄色,怎么样折出绿色,怎么样折出红色,事实上你只要折出一只,红色就会跟着出现了,黄色就会跟着出现了,绿色,红色,黄色,所以就这么简单,所以为什么刚刚各找一个,其实每一个都可以折,可是我只要折出一种,另外两种, 我们就会跟着出现了,那所以你们要学习怎么折了吗?因为只有三个线是完成的,刚刚好像有一个绿色的,好来,一起把它摊开好吗?一起把它摊开好,一起学怎么折好吗? 我相信刚刚为了折那个绿色,黄色跟红色,你们已经把上面的那个线都折得很清楚了,对不对?对! 好,那就是我要的目的,因为你限责好了,待会我再教的时候,你会比较容易,可以吗?可以吗?可以吗? 好,来,注意看哦!我们要开始哦!好,来,看得出来这是什么颜色的蜥蜴? 黄色,这个是红色,这个是绿色,好,来,待会,待会,待会,注意哦!注意哦!待会我要让这个绿色的蜥蜴,有没有看到? 这边是不是有两个三角形?这边是两个三角形?我让这个绿色蜴,这两个三角形可以靠在一起 再说一次哦!我让绿色蜴,这两个三角形可以靠在一起 那你说绿色蜴是以什么为去认?就是认它的身体,身体是绿色的,我把它绿色身体把它靠在一起 可以吗?好,再说一次,两个人头朝上,两个人头朝上,我把绿色的身体把它靠在一起 好,记得我们靠的是什么颜色?绿色,好,来,这边还有绿色的身体吗?没了,所以要翻到哪里?翻到背面 可以吗?翻到背面,有没有看到绿色身体?是不是这边有绿色身体?来,再把绿色身体靠在一起 哇哦!哪一种颜色的蜴快要出现了?黄色,只差一面对不对?那一面在哪里?找找看,找找看,找找看那一面在哪里? 那一面在哪里?啊,在这里!对不对?把这个三角形折下来以后,这个黄色蜴就完成了 可是它会松掉,对不对?所以呢?所以怎么办?我把这个三角形拿起来放到 这样它就可以卡住了 那卡住为了让怎么样?这一个蜥蜴,待会可以一直翻一直翻 所以我必须把这两个白色的三角形把它怎么样?黏起来 对!所以你桌上是不是有口红胶? 请你拿起来口红胶 好,那我们家女儿最喜欢讲 这个时候呢,这叫许志农教授,这个就是我啦 让那个许老师,许志农教授跟许志农老师亲亲 什么叫亲亲?就把这两个白色面怎么样? 黏起来 好,这样黄色蜴就完成了 好吗?好,黄色蜴,黄色蜴,还有问题的请举手老师下去 或是请助教帮忙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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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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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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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,轉,不是,轉,大家都會轉,好,來,來,來,哪位,好,來,什麼,什麼,認識位置,好,這不算我要的答案,來,那黑色衣服的,轉到一面,你們在講的都是怎麼解魔術方塊,我現在要講的不是解魔術方塊,不是,三千五線,不是,魔術方塊沒有,三千五線啊, 代表我們今天教學很成功,不是,好,那可能,我可能,因為我今天不是教魔術方塊,所以說,這不是我的重點,我要講的是,魔術方塊第一個步驟,下次你要記得哦,你要很會轉的人一定要先會拆魔術方塊,懂我的意思嗎,因為你會拆你才會抓,那你會抓的時候才知道它的結構在哪裡,那個腳塊邊塊,你會轉的就知道,其實那跟怎麼裝會有問題, 所以,我們要會摺紙之前,要先會,拆開它,所以,請你不要急著把它黏起來,因為黏起來永遠都看不到,它原來長什麼樣子的對不對,那你說,可是為什麼要把這些摺起來給我呢,因為這個,你把它拆開以後,你會發現它有多長,比剛剛的蜥蜴長,好多好多好多, 為了怕待會待會待在摺的時候,找不到線在哪裡,所以,老師已經請我的學生,還有我的女兒,幫忙,幫在座的八十位,一張一張都把它這些線摺完了,那很辛苦啦,不過,就是為了讓你們待會操作的時候比較方便,那可是,我也要順便講的就是,有可能,因為一個人要摺四五十個,總是眼睛或是手會有一點點, 所以,如果有一點點沒有摺好的,沒有關係,我允許來這邊跟我換,可是我的意思說,請你包含一下,好嗎?可以嗎?好,那請你先把它拆開,可以嗎?好,來,我現在要教你們怎麼摺囉,OK嗎?上面是不是都已經有三線補線了?都有三線補線了吼,好,來,我們的目的就是要把這一個長長的形狀,如果你有印象的話,剛剛的蜥蜴 我找一個沒有黏的,等一下,我找一個沒有黏的,好,好,謝謝,好,來,剛剛的蜥蜴,你如果注意看的話,鏡頭可以拉近一點,沒關係,謝謝,OK,好,來,你有沒有發現他是紅色兩個,綠色兩個,對不起,紅色兩個, 黃色兩個,它只有規律的出現,有沒有發現?紅綠紅黃綠紅紅黃綠紅,有沒有?好,那注意看哦,這一個比較長的這一個,雖然他三角形比較小,可是他三角形是不是比較多?那這裡也是有規律哦,注意看哦,來,這一個,可以在記憶裡面有關係,對,謝謝,好,來,這一個看起來像 鴿子或是像鳥的,有沒有?兩個是一起的,有沒有?這個是飛鳥,有沒有看到?這是一起的,這是另外一隻鳥,有沒有?這是一起的,啊,這個又回到鴿子,欸,是不是跟剛剛的戲感覺很像?紅黃綠紅,欸,他是回來了,但是鴿子,飛鳥,另外一種,我這樣不要講飛鳥了,不然這樣很難認哦,鴿子,飛魚,這比較像魚,好不好?有翅膀 鴿子,飛魚,鳥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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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沒有發現他有這樣的規律?有哦,來,翻到背面看一下,哇,這個就沒有兩個兩個了,對不對?這是每一個都分開的,所以我的意思說,先觀察他的規律其實是,有一邊是兩個兩個連在一起,另外一邊,雖然沒有連在一起,來,我們來認識一下,我們來定義一下好了,你們覺得,來, 好,我們剛剛已經介紹了三種圖案,對不對?哪三種呢?好,我們正方形拿下來了哦,剛剛介紹的這個是什麼?飛魚,對不對?好,我們先大家有個共識哦,好,來,這個是什麼?鴿子,啊,這個呢?鳥,OK,好,那背面有哪三種圖案,請你們一個一個告訴我哦,有哪一個? 螃蟹,有人說看到螃蟹了,還有呢? 螃蟹跟蝎子應該是指同一張吧? 因為我們大家要有個共識哦,還有呢? 信封,哦,對,信封上面有翅膀,對不對?還有一個是什麼?魚,好,來,魚,螃蟹或鞋子啦,魚,螃蟹,然後跟信封,這三種,好,來,我們看看他有沒有規律 來第一個是什麼?螃蟹? 螃蟹信…魚 螃蟹信…魚,螃蟹信…魚,螃蟹信…魚,螃蟻信…魚,螃蟹 他都是有…不是螃蟹信魚,魚螃蟹,螃蟹,飛信跟魚,好不好? 那我跟你說,他是不是有規律? 這兩邊的規律有什麼不一樣? 一個是我們用?英文可以嗎?還是要用…數字好了,可以用數字 好,一个叫做112233,112233,11223 可以吗? 可以吗? 这是三种图案嘛 另外一边的图案呢 好,会变成 刚123用过了,就不要再用123了 45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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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它是不是有规律的 你有这样的规律才能拼成这样子一个 就是可以,就是跟人家拼在一起的六点一起嘛 这样了解了吗? 那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 它其实它原来是有这样的规律 那我们待会呢,就是要想办法把这个 看起来这么长的 那个长条变成 短一点的像蜥蜴一样这么短的 那怎么变呢? 就是跟我们刚刚 你还记得我们刚刚第一 我们在择蜥蜴的时候是不是把绿色对绿色 那现在没有蜥蜴对不对 我们翻到背面,来请你看 好 这三种 看起来都是会飞的动物 有没有 这三种看起来都是会飞的动物 我为什么讲会飞的动物 因为背面 这个也有翅膀 可是它应该不是动物 那个性应该不是动物 性不是动物 好 这三种会飞的动物呢 请你一样 跟刚刚绿色一样 就是刚刚是不是绿色碰绿色 所以现在就是鸽子碰 鸽子 你有没有发现 它已经帮你把线折好了 再来飞鸟 可以碰 飞鸟 不是飞鱼啦 飞鱼碰飞鱼 然后飞鸟碰飞鸟 然后鸽子碰 鸽子 然后飞鱼碰飞鱼 可以吗 所以你完成是不是长这个样子 可以吗 可以吗 好 我接下来就要让你告诉你 其实这两个东西是长得一样的 为什么 你看哦 我把尖尖的折下来 刚刚是不是红红黄黄绿绿红红 你看现在是不是鱼鱼 谢谢信信鱼鱼 其实都一样嘛 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就是把刚刚那个比较长的变成缩短以后 就会跟蜥蜴长的一样 再来就用蜥蜴的方法跳一折 啊怎么用蜥蜴的方法跳一折呢 请你注意看 现在是不是有鱼有螃蟹跟蟹 有鱼有螃蟹跟蟹 对不对 好 老师有诗心 为什么我有诗心 因为我是巨蟹座 所以我接下来请你折螃蟹 好 来把螃蟹折过去 折过去以后呢 哎 这边有第二个螃蟹 对不对 折过来 哎 还有一个螃蟹在哪里 原来在背面啊 背面这边有另外一个螃蟹 再折过来 哇哦 六个形状一样了 最后再把白色跟白色怎么样 黏起来就结束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